很荣幸能够在Coopicom China 2021做分享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是来自英特尔软件和高级技术部的工程师 我是于林 目前主要是在做边缘计算相关的工作 我是陈绍强 我也是在做边缘计算相关的工作 我们这次分享的题目是 扩展OpenYacht以支持视频分析业务的端到端部署 这次分享的一题主要包括 首先是视频流分析业务的Pipeline 及其容器的构成 然后介绍一下OpenYacht的特性 接着是视频流分析业务 在OpenYacht边缘集群中的应用场景 在此基础上我们介绍一下 扩展OpenYacht的几个途径 包括节点值层面的Imbras Controller 节点值层面的动态复载均衡器 以及是端到端的部署 视频分析应用目前已经非常普及了 比如车牌识别 刷脸解锁 刷脸支付 还有小区非法入侵检测报警等等 而且各种应用目前仍然处于快速的迭代和增长阶段 以上提到的这些视频分析应用 都是在这张图里的这个Pipeline的基础上进行开发扩展的 这个Pipeline的主要功能包括 首先是视频流的接入 视频解码 预处理 然后使用不同的AI模型 对视频进行分析 并且把推理的结果应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里 必要的话 它还会在推理之后 把推理结果以及关键的视频流进行编码上传到云端 这类视频分析业务是天然适合部署在边缘侧的 因为首先视频流是在大量的设备端产生的 如果要把这样海量的数据上传到云端 会占用非常高的传输带宽 第二 各类应用为了保证用户体验 会要求对视频进行实时处理 如果走公网的话 食言就没法保证了 第三 大量的数据通过公网传输 数据的安全性也可能受到威胁 这张图展示的是视频分析容器的构成 视频分析容器运行在边缘节点机上 机器有可能是边缘一体机 服务器还有可能是虚机 边缘节点有可能包含的计算设备 包括GPU、CPU、VPU以及FBJ 这些设备将会被视频分析业务 用于计算或者是AI加速 节点机上运行的操作系统 需要支持KBIS的容器接口 一般是Linux 同时包含了必要的内核驱动 例如Inter显卡的i915内核驱动 紫色框中就是视频分析容器的软件站 最底层是必要的操作系统依赖库 紧接着是基础的各种计算设备的用户空间的运行时 例如Inter的Level Zero Longtime 再上层是易购计算框架 包括OpenCL以及Inter的YAPI等等 为了支持AI推理 各种AI框架被集成进来 包括Inter的OpenVino 业界广泛使用的TensorFlow和PiTouch等 为了支持视频楼的分析 各种媒体框架 如基Streamer FFMPag OpenCV 可以针对各个AI框架做扩展 方便快速搭建刚才讲到的视频分析PIPLAN 最上面这一层是视频分析页部的Use Case 对外要提供RESTful接口 以方便云延伸以及边缘延伸的系统中部署 黄色部分是用户可以配置的部分 包括要使用的计算设备 用到的AI模型 前处理 后处理 以及目标的Use Case等等 这一页我们对OpenYard项目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它是CNCF的沙箱项目 它提出的初衷是为了让原生的Kubernetes 更好的适应边缘的场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OpenYard主要进行了以下扩展 首先它增加了边缘自制功能 这主要是通过YardHub组件来实现的 在云边断网的情况下 它也能够保证边缘侧正常的运行 第二它增加了边缘子集群的管理功能 它把边缘节点根据不同的属性 比如地域划分为不同的NodePool 也就是子集群并支持基于NodePool的同一部署 同一管理 第三它增加了云边互通的功能 这主要是通过Yard Tunnel组件来实现的 另外它还集成了Edge X Foundry 以此来实现设备管理的功能 对于OpenYard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觉得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基础设施的增强 主要包括功能的增强 以及应用性的增强 目前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 第二是提升运行时的可观察性 并且提供应用的UI 第三是安全性的增强 比如证书的管理存储等等 还有容器的安全性 比如使用沙箱容器 机密容器等 另外容器镜像本身的安全性 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这张图展示了如何将视频 Fence Use Case部署并运行 在OpenYard的集训环境当中 左边是OpenYard的一个节点池 右边是云 云端包含OpenYard的Master节点 也包含了用户的其他相关业务处理节点 左边的视频流经过Ingress 服务接入进来 经过LodeBalance的路由后 把用户请求分发给合适的 视频分析Pod去做处理 每个Pod都是前面提到的视频分析 PIPLAN 对应不同的Use Case 输出的结构化数据 会再做本地处理 本地输出 比如会反映到监控大屏幕上 或者通过Publish Service上云 可以看到视频流也许是非常大量的 在一个地点或者不同地点 也许会部署几十几百个摄像头 这种规模化的部署 就需要一个方便使用的 统一的 而且对资源利用率 保持最优的边缘解决方案 具体讲 规模化部署视频分析业务 提出了这样几个需求 第一 在节点池内 针对用户的请求 把请求分发到合适的后端Use Case 第二 每个Use Case 也许会有多个POD 部署在多个节点上 我们需要把用户请求 引导到一个最好的POD上 比如保证最优的利率 或者能得到最优的响应速度 第三 用户在部署Use Case的时候 需要一个简单的 容易部署的API 能够解决端到端部署 并且也能够易于维护审核升级 我们在这次分享里提到的 三个OpenYout的扩展组件 Ingress 负载均衡器和端端端部署 主要就是解决规模化 视频分析业务部署的这些需求的 我们认为 如果OpenYout要是支持规模化的 视频分析服务 需要增加三个重点的Fature 一个是节点池级别的Ingress服务 任务是接入Use Case 按照Use Case 分发用户的Request 第二个是动态的负载均衡器 也是节点10level的 功能是根据当前的计算资源使用情况 把用户的Request 分发给合适的Pod 保证总体资源的利用最优 此外 负载均衡器还能够提供统计数据 提供整体集群的可观测性 第三个是为了方便用户部署Use Case 和升级的 需要一个端到端的部署的Operator 用户利用这个Operator只需要提供必要的信息 比如容器的Image 版本号 希望的升级方式就可以完成Use Case的部署 前面提到Ingress服务是用来接入业务请求的 并且按照不同的Use Case把这些请求分发到相应的后端 后端可以是Kubernetes原生的Service 也可以是我们扩展的负载均衡器 在节点池层面部署Ingress服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Ingress Controller的实现 另一个是把Ingress Controller部署到OpenYard的节点池当中去 Ingress Controller本身的实现 我们重用了成熟的Ingress Enginx上游组件 Ingress Controller运行在节点池中 不同的节点池的Ingress是通过Ingress Class来做区分的 这样用户在添加Ingress规则的时候 使用的就是Kubernetes标准的Ingress API Ingress Controller的部署是通过一个Operator来实现的 这个Operator是运行在云端的Master节点上的 利用这个Operator运行为人员可以通过CRD定义的规则 在当个或多个或者全部的节点池中部署升级删除Ingress Controller 每个Ingress Controller都应行于节点池里的指定节点上 还可以指定External IP地址便于用户来方便的反问这个Ingress 节点池层面的Ingress Controller目前还处于开发阶段 计划会进入到OpenYard的0.6的版本中去 Dynamic Load Balance也就是动态负载均衡器 这里我们简称它为DLB 它主要解决的是规模化部署实施VA业务时 如何最优化的使用计算资源的问题 DLB的核心功能是允许用户针对Use Case来配置负载均衡的策略 例如计算设备的选择 比如是使用CPU还是使用GPU 然后期望的算法是什么 是挤压式的还是均衡式的 以及期望的FPS 期望的性能 比如FPS是多少 DLB的实现也是遵循Kubernetes Operator的扩展方式 它也包含那个Controller和CRD 此外还需要数据层面的Proxy来配合完成 针对具体请求的分发路由 Controller它负责理解用户定义的CR 也就是负载均衡的规则 另外它还负责从Matrix Server那里 获得当前节点池的Matrix信息 并且把负载均衡规则 以及Matrix信息都告诉Proxy 在从Ingress接收到具体的业务请求后 Proxy要根据从当前 系统中收集到的节点和Pod的Matrix信息 并依据用户在CR中指定的策略 来把业务请求分发到最合适的Pod中去 和Ingress服务一样 DLB也是在节点池级别部署的 所以它同样也需要一个operator来处理 针对它的部署删除升级等操作 DLB的实现目前还处于proposal的讨论阶段 目前Proxy这部分我们在考虑附用上游组件 Invoi或者是LinkedD Matrix Server这部分会引入已经被广泛使用的 开源系统监控解决方案普罗米修斯 在Ingress和DLB的基础上 端到端部署解决的是 用户快速部署和运为UseCase的问题 同样是提供一个节点池层面的operator 包含Controller和CRD CRD作为API需要用户指定UseCase的名字 版本 版本升级策略 比如是蓝绿升级还是绘度升级 页部容器镜像 DLB的负载军规则等等 Controller在接受到CRD变化之后 需要部署页部署 添加DLBCR 增加EgraphSqueezer 这样就完成了端到端的串联 如果是升级需求 则需要根据用户的升级策略 来替换POD或者是分流POD 端到端部署类似于Kinative的设定概念 但是因为要适配OpenArt 需要针对节点池做实力化 也需要额外提供针对节点池的部署工具 这一点和Ingress和DLB是一样的 目前端端端部署的Operator 正属于实验预言阶段 总之通过Ingress 动态负载军红器DLB 和端端端部署这些组件 规模化设备流分析服务 可以通过OpenArt 在边缘得到有利的支持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分享的全部内容 谢谢 再见